今天社会新闻的焦点人物是这个双面警察 他曾经获选为中义楷模 没想到呢 竟然涉嫌利用在派出所里面辅导偏差少年少女的机会 把接受辅导的少女呢 多次带到这个motel去开房间啊 黑秀啊 甚至在警车里面搞车证 昨天被依照跟魏晨年信召罪起诉 人民保姆是这样当的哦 事情曝光之后他被调职 现在被记大过同时停职处分 对着镜头开怀大笑高举双手笔叶 他就前世纪轰内拍出所远景成顶峰 连出照片一下斯文打扮 一下又搞笑变装 看得出个性活泼 去年还因为协助弱势家庭货班凯模警察 却被同事检举 利用植物之便涉嫌以客后辅导名义 连续性侵未成年少女高达16次 99年3月开始对14岁A少女性侵11次 隔年实随之位利用同样名义 进行依少女5次 某次陈鼎峰在派出所内 竟然要依少女帮忙洗内裤 才被同事发现有问题 直到隔年货班凯模警察 同事向分局检举事情才曝得光 隔了三个月调职新装后 既小过一只 这个月25号被依妨碍新制组起诉 改计大过停职处分 夸张的是陈鼎带着少女到处发生关系 除了摩铁 甚至在派出所南侧 警车上停车场连续诱拐少女发生关系 事由还拿钱封口 要少女做假笔录 当初调查的时候 我们因为这个女警 因为这名的少女 她一直不承认说有发生性行为 所以我们以言行不检予以记过一次 那后来我们调查属失以后 这个我们给她记一大过 并予以停止 凯模警察成了性侵恶狼 连警车都变成犯案工具 无疑重创了人民保姆的形象 最终留学中观战 新北市报道 金